《中華民族崛起的故事》 這是第三輯 上一輯我講到 很多現在的所謂 西方強國 包括澳洲、美國 當然 歐洲本身 都仍然很富有 歐洲本身 通過殖民掠奪後 他們儲蓄了很多金錢 所以利用了金錢繼續推動他們的公園革命 他們今天在很多科技上領先 但我們都見到目前來講 西方的架構 大部份的政府都可以說 債台高足 政府欠了很多錢 稍後我們會解釋為甚麼 我們澳洲、美國、加拿大 因為地港人多 資源豐富 所以這些移民者 或者移民的後代 即是白種人 非歐洲人 主導了我們這裏的 社會的上層架構 而 一直以來 在這個 合作之中 資源 亦都繼續保留原本的樣子 所以 可以繼續 照樣正常的 前進 但是我們要留意到 那些 有緣居民的地方 譬如 菲律賓 新加坡 很多其他 拉美國家 非洲國家 是沒有辦法 是沒有辦法 可以有錢的 原因為甚麼呢 那些移民者 離開時 帶走一件事 留下了一件事 先說留下甚麼 通常會留下一個 民主政府 民主政府當然 會盡量作為多黨制 多黨制的民主政府 再加上 有一定的福利 因此 現在政府 變成一個 非常昂貴 的政府 這個政府 亦都 很難 很有 長遠的建築 因為 你不停 黨派 輪班 所以 我們看到 民主 政制的 缺點 當然 他們自己現在都是這樣 所以他們現在搞到 各個國家 都是 政府 責任高速 那麼 他 留下了這個 所謂民主政制 他亦都在世界 猛推 就是 民主 自由 民主自由 其實他帶走甚麼呢 他帶走了 就是你 各個國家的資源 又或者 留下了 他們的跨國公司 繼續掠奪 你們的國家的資源 就是帶走了你的資源 你的資源沒辦法 是給自己的國家控制住 是給一些跨國公司控制住 石油好 金礦場好 或者 大的農場好等等 這些完全 仍然是繼續給他們的 跨國公司擁有住 記住 這些跨國公司 服務對象 並非 當地人民 換句話說 就算 他們好像 我們 在第一集說的 在你那裏設廠也好 他只是把一些 低端的 生產 交給你們去做 拿你們的廉價勞工 而 你們是不要說利用這個廉價勞工 可以積累到 足夠的 財富 去開始 真是屬於 自己 的工業革命 自己的工業革命 這裏我分析了兩件事 一個就是 他幫你做的 所謂工業革命 他設廠 用你的人 用你的 學校 讓你們可以 生產 這個是 你完全沒有技術含量 那些技術仍然在他那裏 這個就是 別人在那裏設廠 這個不算是工業革命 要真是說到工業革命 你的國家本身 擁有整個 工業體制裏面 由低層的 建造 一路去到最高層的 品牌好 設計好 科技好 整套的 這樣的工業制度 你拿不到 他不會給你 我講了一個例子 在中國 Apple是這樣的 現在Tesla都是這樣的 而我們看到 中國很大部份的 那些都是這樣的 他們不會 將他們 最有錢的東西 交給你們 因此 你的 所有獨立的國家 第一 要根據他的政制 一個非常昂貴的政府 第二 你本身的資源 仍然在他的 跨國公司控制之下 不是在你的政府控制之下 因此政府是沒有辦法 有財政能力 需要國家 可以全民地建立 自己的工業革命 這是很重要 我們看明了這點之後 就可以開始 思考 為什麼 中國 可以崛起 下一集回來 和大家說一說 這個故事 如果我們再次回家 消息